第一,升到这么高,现价是否值得买呢? 第二,可以开另一个版给大家看 我先看看 体育用品就是这个 其实有很多选择的 例如刚才李宁安踏也有 例如特报的升得更加急 另外有些人说 买李宁安踏的供应商 例如Tobo或者新洲也是一个选择 第一,你觉得现价值不值得买 如果真的买的话,在这个版块里面 你觉得哪些股份是值得吸纳呢? 其实你见到这个版块来说 虽然选择性也不少 但是其实资金也挺集中的 或者这么说,比较长生长有的话 其实是李宁安踏的 这两个就很明显的 但是其他价格中线 可能是追回一些落后 或者爆回一两下而已 所以我想看大家的取态 你是用一个短线炒作为主 还是用一个中线持有的部署 如果用中线,我觉得一定是减了两个龙头 因为之前提到的一点就是 除了本身的行业是强烈之外 为什么这两个龙头会这么突出呢? 因为刚才也提到 就是有一些品牌日价 特别李宁很明显 最主要是本地品牌 所以它的日价的幅度 价值多 虽然从估值上说,它们是贵的 但问题就是这些是压外地 令股价都作为一个支撑性 所以佛中长市我觉得也是这两个 但是也认同的 就是国家去到这些水位 现在才重新考虑 如果从零开始进入 其实是一定要考虑风险的 始终高位波动性也可能不少 所以我觉得应对的一点 刚才提到的一来中线部署 二来就可能分阶,一定要先吸纳 我想这是最好的 应对一些强势的做法 如果你说完全没有货底 其实这些位置 我想大家都有这个心态 总是深思思想进入 但是一不进入 翌日又再升 唯一可以做 就是在这些位置 就算贵了,就算高了 但是可以先进入一些 就是一小部分 起码也叫做所谓 感受下的实际情况 如果有机会是 再假设是真的有个调整 压震深一点下去 下面才再买多一点 我想这样的操作会比较合